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在讲那些 被针 尤其是被针的东西的时候 不是牵涉到数学吗 一上去楼上人家就讲 老板你讲那个折多少次 去到上面 你第一次听到那个问题 你蛤 刚才我看到你在解释那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全部蛤 我来做直销的 你叫我学这种东西做什么 被针学 被针学就是要证明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多多少少要有个概念知道说 它是这样的 数学就是这样的 它能够证明出来的 最好就是自己本身能够证明出来 当你跟人家讲的时候 尤其你讲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个人不会你会 多多少少也可以产生你自己本身的姿态 对不对 所以可以学多一点东西去学 是不是 不要看到这种东西 不明白就埋怨申诉 是不是 好了 那么长远想法过后我们就进去 不是长远想法 就是 为何做立威过后 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做了 我们才会进去怎么做 所以怎么做呢 它是从两个观念 三个秘诀 四个条件 五个原则 六个步骤 七件事情 一直到最后的 接着目的理想 都是有牵涉到 做法 那么好了 第二个点是什么 两个观念 所以观念是很重要 我们首先必须要把自己本身的观念搞对 我们去到一个行业 我们首先必须要把自己本身的观念搞对 一个人的观念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要是观念错误 做什么都是错误 观念 观就是看 念就是想 观念就是一个人的看法和想法 如果他一来到我们的这个行业 一来到我们的公司 他的观念是错的 那么 一开始就错了 对不对啊 OK啦 直接进去长远的想法 通常我都会先讲一些观念 先讲一些观念 比如说对金钱的观念 我们人对我对金钱的观念 我会大概让他知道 我对金钱的观念就是 我买这个东西三毛钱 我卖这个东西五毛钱 他差二两毛钱 那个才叫钱 其他一律不是钱 为什么我每次会这样讲呢 因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才会脚踏实地的去做 同意吗 如果我认为说 突然间来的一笔钱 是钱 我会整天去追那些 就是不会脚踏实地去做就对了 所以我每次讲这种东西的过后呢 尤其我每次遇到顾客也好 然后推荐的人也好 好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人家都会觉得 我是比较脚踏实地的人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 这样好不好 就是人家突突射手对你 会知道说你不会乱来啊 你看 这个是我跟我自己本身讲 一直讲到我是这样为止 我的确就是这样 其他的一律来的钱 对我来讲不是钱 我都会很想要 赶快把这些钱贡献出去 还是分出去 这就是一直以来 Rivay的这个观念 就是这样 我对金钱的观念 那么首先 通常我要推荐一个人的时候 我首先要给他知道 直销负面的 对直销 这个社会 很多人对直销 很负面的这个观念 有没有 就是不过你要来做直销 你要来做Rivay的话 首先你不可以负面 你不可以负面 所以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 让他明白说 OK 直销也是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行业 最近我看这个直销协会 这是世界直销协会的这个数据 你懂 你懂 2018年 整个直销这个行业 制造多少业绩吗 你们知道吗 没有人去查 1890亿 1890亿 直销这个行业的业绩 是1890亿 而这1890亿里面没有Rivay Rivay不想要参加世界直销协会之一 还没有 还不想 时间到了我才想 不过现在我还不想 我曾经有讲过这个原因 你们有听过吗 谁没听过 你看 没有看视频就是这样 我顺便讲一下 你看某一些国家 我们要在里面经营 他强制性要你参加直销协会 这种国家我们就会参加 如果他没有强制性的 我不会参加 就是说不要参加也可以做 我就不要参加 你们有一个原因 给你们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国家 那么强制性的要我们参加直销协会 好我们就安排一个同事 安排一个总管 我们就叫他代替代表我们公司去参加 直销协会就是一群 一些公司的某一些负责人 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协会 然后代表国家 就是能够跟政府比较靠近 那么直销发生什么事情 直销协会的人就可以出来发言 说真正的直销到底是什么 这我叫直销协会 他的目的是这样 好了 那么我的总监就去参加了 参加了过后呢 他们还要上课的 因为有些直销公司 他们没有课程的 你们懂吗 因为老板本身都不会的 他们都是请人或者说找直销人 然后坐起来的 然后他们只是在后面没有出现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老板在台上讲 那个是理所当然的 我应该在后面睡觉的 我应该在房间里面现在 是不是啊 然后我的一些总监 还是我们很大的领导人上来 教你们怎么做直销的 同意吗 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可能你第一次接触的立威 就认为 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的 没有的 只有立威是这样的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些人 老实说很多都不懂的 不会的 所以直销协会有时要给一些课程 外聘讲师进来 所谓很会直销的人 进来讲课 你知道讲什么课吗 我走进去参加过后一听 傻眼啊 他教怎么换制度 他教怎么换制度 说你的制度应该降换 公司才可以拿到更大的利益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说 直销商拿到更少的利益 是吧 100%如果你拿更多 剩下的就是少啊 明白 就是你的制度要怎样改 这些人才没有这么赚钱 公司才赚钱 叫这种东西 我走进回来 有点傻眼 跑来问我老板 为什么他们叫这种东西 他跟我讲的过后 我听听听 我说哇 感恩 你知道有什么感恩吗 还好他们不会啊 对不对啊 所以难怪VVV一直冲啊 要拿第一名 是不是啊 所以去那边听就好嘛 听听听 听完了就走嘛 这个是一个责任 我们就去做 政府规定 我们就去做 所以我不怎么喜欢 参加这种东西 就是这样 为什么一进去里面 它的环境是负面的 你相信我 是负面的 有时懂太多 不是好事 是不是啊 有时不要去懂 因为最大的敌人 不是外面 最大的敌人 并不在外面 最大的敌人 是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 只要把自己的东西 一直在思考 一直在想要进步 没有一次满意 每一次想要进步 每一次想要进步 想要去突破 那么自然而然的 我们 就会赢所有的人 因为最大的敌人 是自己本身 那么好了 所以需要 就是先把一些人的观念弄对 观念是最重要的 好了 那么 这两个观念里面 是非常重要 这两个观念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观念就是 什么 长远的想法 没有改变 为什么没有改变 因为很重要 长远的想法 目的是什么 不要想要怎么谈 我们想目的 但我们知道目的 我们就知道要怎么谈了 长远的想法的目的 其实都是什么 就是首先我要先让他知道 我要让我的这个下线知道 我要让我推荐的这个人知道 这里不是一夜包覆的地方 一夜包覆的地方不在这里 你看我们很老实地跟他讲 我要直接给你知道 你这里不是突然间 你可以赚快钱的地方 这个你一定要先讲 因为你讲了过后 你就比较的姿态 姿态重要不重要 最重要了 什么是没姿态 就距离太靠近就没姿态 很像父母亲跟你很靠近 没姿态 对不对啊 很靠近嘛 你跟你妈妈讲说 人生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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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会听的 是不是啊 因为没有姿态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这种东西的 你没有办法跟他讲 积极正面的东西 很难的有时候 他看你长大了嘛 你屁股几根猫都算过了 是不是啊 所以你很难跟他讲这种东西的 为什么 因为距离太靠近 所以你要影响他也很难 是不是啊 身边的人是最难影响的 同意吗 你要找到很好的机会 你才可以讲 或者说你要建立一些姿态 或者你要用别人的嘴巴来讲 你才可以讲 是不是啊 好了 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给他知道 这里不是一夜包覆的地方 好 长远的想法的观念 就好像种树的概念这样 种树啊 我一粒种子放在土地里面 爱起来 我能够把它拉出来 扎成一棵树吗 可以吗 不可以的 你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 浇水 施肥 是不是啊 照顾 他一冒牙的时候 我就会照顾 如果风吹雨打这种 我就要找一些地方 找东西 多多少少 顶住啊 遮住啊 对不对啊 然后慢慢施肥浇水 施肥加水 抓虫 是不是啊 然后这过程当中 这个树自然就会成长 同意吗 你不可以急说 哇 赶快把那个树拉大了 你看长远的想法 这个行业其实就是如此 凡事都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人 成功在reway 你不要去羡慕 他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 为什么 你要影响一个人 竟然也需要时间 是不是啊 你要把这个技巧学会 你也需要时间 你也需要遇到问题 你才知道你缺乏什么 是不是啊 你才会去学习 才会去改变 所以凡事都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 这个观念的主要目的 是要首先让他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准备说 OK 他不是 哇 突然间想看块钱 要不然他去两三个 appointment 他就正忙了 所以通常我的下线 还没有去 appointment之前 我一定跟他谈NDO的 然后我要把我要跟他讲的东西 我放在NDO的点里面 因为NDO的点里面 多多少少都 关系到态度啊 很多很多的问题嘛 对不对啊 我都会把那些点放在NDO里面 我要讲 我要跟他讲的东西啊 我不要我跟你讲 我说NDO讲的不是我讲的 每个人成功都是因为这个 不是我 你看 我借他的力来跟他讲 明白吗 所以我就会放在点里面来跟他讲 所以主要的目的是要给他一个心理准备 他有你的想法 就是说你需要一段 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有可能前面你会赚不到钱哦 有可能前面你的打击会比较多哦 不过你要讲 知道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是每个人都走过来的 其实问题越多越好 你就会寻找更多的答案 而且放心 所有的答案都有了 所有的答案都已经具备了 我们要去寻找而已 在公司里面所有的答案都有了 因为很多人做得很好嘛 是不是啊 OK 要给他知道 好了 下一个观念 什么观念 百分之百复制观念 为什么百分之百复制 因为复制才能备争 因为只有复制才能备争 备争是什么 你折制12次动月球啊 很大 爱因斯坦都说它是第八大奇迹啊 是 真的咧 我不是来开玩笑 这是真的 它是第八大奇迹 非常快 非常大 非常大 百分之百复制 它才有备争的 它才能够备争 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为什么要复制 复制 复制的目的是什么 把东西简单化 只有你把东西简单化 你才有办法复制 同意吗 如果很复杂 就很难复制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 中餐 我们吃中餐 中餐有多少种 很多种啊 广东菜 月菜 香菜 我只懂这几个菜 因为我喜欢吃这几个菜 很久没有吃了 几大菜系 几小菜系 很多 很多 而且一个菜系里面有多少种菜 非常多种菜 对不对啊 而且要某一些师傅才会煮 全部到师傅都煮不了 是不是啊 能够复制到好像玛德纳这样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复杂 难 它难复制啊 你要多少火候 你要怎样 这种很复杂 玛德纳很简单 它把步骤简单化 当然把步骤简单化的时候 它才能复制 它才能够一下子 不是一下子 一段时间过后几万件在全世界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要把东西 简单化才能复制 所以不是说 今天你很厉害 你就可以在这个行业成功的 不是的 你厉害是你厉害嘛 不代表你的整个组织的人 都是厉害的人 不是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变简单 你很会讲 不代表你会在这里成功 好 因为每个人就会依赖你讲 是不是啊 好 你要有办法 把这一套复制给别人 所以你尽量想尽方法 把东西简单化 要不然你就做死你了 要不然你不能离开 你一离开 那你组织就会停顿 是不是啊 好 所以不是你会讲 你有你的方法 你有你的做法 你这样做 那么没有你的时候就惨了 是不是啊 好 所以还是要跟着整个大环境的方法 所以我们简单的东西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简单 这个简单 简不简单 简单 简单到可笑 那天我跟五个朋友在一起 五个朋友 不是坐立位的 五个朋友我们坐在一起聊天 然后刚好 前一天我跟Andy说借这一本 这本Andy的 Andy的味道 然后隔天我就跟五个朋友在一起 然后就聊起 他们就说 诶 这个是什么来的 我说这个是讲产品的 产品说明了 他就说 我就说 他们知道我来做什么 当然 他们也知道我们做的多大 不过看到这本书 他真的傻了 他真的傻眼 我就说 不要小看这本书 不要小看 我说这本书是我第三本 我做的第三本 第四本是BSC 等一下晚一点我会跟你们讲BSC 新的 只是改变一点点 那么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它很简单 十六页 我每一次的讲解说明 都是挤在十六页里面 好 而且每一个人都要用这本 来讲 好 然后 很简单的 你看很奇怪的 它的设计 完全颜色是不搭的 颜色绝对莫名其妙 而且做大大个 是不是啊 奇奇怪怪 硬邦邦 大大个 而且它的背景还有坟墓 没有人的产品 Bosher 放坟墓在后面 是不是啊 所以 这个不是产品的Bosher 为什么我这样做 我不要你给人 不要你给人 不要你放上网 虽然网上大把 很多人还是放上去 不明白 他们没有这个 他们 不了解 OBB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就大概给它知道 你看这个很简单 看到字读字 看到图片讲故事 你讲完就讲完了 你就可以比较说 有效的 把这个产品 大概给它知道 比较有效的 为什么 因为这是人家 在实战的过程当中 无数次 做到一些东西 能够比较清楚的 把这个产品 讲出去的过后 把它步骤化 简单化 然后才形成这一本的 他不是在家里这样 叮咚想到的 不是的 他是在市场上 跟无数的顾客 谈同样的这个产品 然后把它步骤化和简单化 因为要简单化 才是最难的 是不是 你把它简单化 还继续的有效 那是最难的 在还没OBB之前 我真的懒得去做OBB 因为通常我一做 这个OBB的时候 我的白头发就会多很多 这是真的 我需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 和精神去做这个东西 因为要把东西简单化 是真的很难 所以我是最不愿意做的 一直到我们的OBB 去到大概六七十页的时候 就是人家讲解产品 去到六七十页 还一直在加的时候 我才把这个OBB做出来 因为我知道我还不出来 他就乱逃了以后 所以你可以想象 人都是这样 看到一个好的东西 看到一个包张好的 加进你的presentation 是不是啊 看到一个东西好的 又加进去 一直加 一直加 结果他的那个sales kit 这么厚 这么厚 去到顾客的家 一拿出来 顾客一看到 然后他一篇一篇讲 哇 马上就关起来了 是不是啊 所以呢 为什么不要小看他呢 因为我现在坐在这里 跟你们讲话 那天我跟他四个人 五个人讲 我坐在这里 跟你们讲话 你懂这一刻 有多少人拿着这本书 再跟人家讲吗 至少五千一万人 最少 为什么可以有五千一万人 这么多可以讲 因为简单啊 因为容易啊 因为很少啊 或者说我们一直在重复 它是简单的 所以人家以为简单嘛 是不是啊 我们在教育人是简单的 所以人家会用这个东西来讲 那么如果说五千人在讲 那么今天如果没有拜神 神没有保佑 只有百分之十的人买就好 是不是 是不是没有保佑 百分之十的人买而已 是不是没有保佑 是没有保佑 这是真的 没有保佑的情况之下 这一刻我有五百套 是不是啊 你信不信不信 你的组织是这样 希望吗 如果你要组织 这么多人 而他没有这样的 一个appointment的人 的次数 的原因 可能就是 可能你讲解产品的方式 比较复杂 很难 每个人讲的方式不一样 只有有能力的人 有办法讲 没有能力的人 没办法讲 而且越讲越多 越讲越多 OK 所以要把东西简单化 这个是简单的 BSC是简单的 MDO是简单的 我们今天讲的MDO 是整天的MDO 那是不一样 接下来五个讲师来讲MDO 那是不一样 那是整天的 那个讲的比较细节 我之前的MDO 三个小时的 三个小时多 后来我们简介了过 四个小时多 五个小时 那个是 拿来教育 拿来 九九一次的 其实MDO是每天的 他其实 在45分钟里面 一个小时 或者半个小时里面 可以完成的 我要跟他讲的东西 我用MDO跟他讲 明白 明白 所以今天下来 很多时候 你要讲什么 你不要用 你自己的力量来讲 用MDO来讲 因为这个会复制 他也会用MDO来讲 他也会用MDO来讲 MDO死的 死个点死的 你了解吗 变成人家会觉得说 我今天要 就是说 他是可以复制的 就是说我今天要跟他讲这个 我顺便跟他讲这个 避免他以后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把它弄对 所以一定要把东西简单化 他就比较容易模仿 这个就是百分之百复制的观念 那么怎么样复制呢 复制的过程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做的东西要一致 要是一致的 所以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推荐的动作 什么是推荐的动作 除了像是产品以外 你要卖这个事业 除了卖产品以外 你要卖这个事业 你要把它影响进来 从事这个行业 这个是其中 这个是一个 一个关键 在这边通常我也会讲到销售 我要看 那时候的人 比较需要什么 如果那边的人 比较喜欢 就是找领导人 找推荐人的 全部都是推荐的 一进来七套七套那种 我一定会谈多一点销售的 我一定会谈多一点销售 我会给他们知道销售的重要性 什么东西都要平衡的 你不可以说销售不重要的 不可以 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说销售不重要 不可以的 因为这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真的是很希望大多数的人 全部的人 我很希望全部的人 经过很痛苦的销售过程 但我们之前就要做好很多的防弹衣 打很多预防针 让他不会阵亡 只要他不阵亡 我都会一个很强的人 因为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吗 你得到的不是产品的业绩 你得到也不是信心 你知道你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得到最大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吗 影响力 影响力 你要跟不同人的 你要去到市场 跟不同人讲 你就会 一直思考 那怎么样才可以影响到他 变成我的思想 是不是啊 他才会买我的产品吗 我要怎么影响他 你要思考 要人家拿钱出来的那一刻 我要怎么影响他 他是在恋恋的影响力 所有 很了不起的企业家 所有 都是销售高手 同意吗 都是从最低的销售开始 都是曾经做过销售的 很厉害卖的 对 他不是这个行业里面的唯一 不是 后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不过你前面 你一定要 给自己本身一个家的机会 去经过 去给人家 讲 去给人家 敢 真的 去给人家 敢出来 不是 敢 去给人家骂 你觉得我有被骂过吗 你觉得我有被人家 敢出来过吗 看样子就懂了 真的真的 很多次了 很多次 我只有一样东西还没做过 在地上滚 我们的领导人有人做过 我没做过 我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我现在不可以在地上滚 我在地上滚 会影响很多人 不过我想要耍赖 赖皮 在地上滚 一直到顾客说 OK啦OK啦我跟你买 我跟你买 我需要滚很多次吗 不需要 我只需要做一次 是不是啊 我只需要做一次 我可以讲这个故事 讲很久啊 所以你看 我们每一样东西 都要去体验过 人生的那种东西 要去体验过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 你的组织的人 会去遇到 那个时候 他们就在等你答案 是不是啊 他们要求你的答案 所以你的答案 必须要比他还惨 才能够处理他的问题 是不是啊 比如说他说 哇 他去了三个人 三个选择 一个都没有关系 而且被爸骂到狗血淋头 朋友都没得做 爸爸都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了 那么要怎么办 我说你没关系啊 因为我去了一百个没有关系 我去了一百个都没有成交啊 是不是马上解决他的问题 他会看你 你一百个 我才三个 你一百个 你做到今天 你还做起来 马上解决他的问题 所以你一定要遇到的问题 比他还惨 所以 通常我都会说 给自己这样的一个标准 我从以前做直销的时候 我都会给自己这样的标准 我会一直想去尝试 只要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 我会去尝试 因为只要我去尝试 我去testing 我去经历过 它变成我的经验 我能够解决很多问题 明白 要不然的话 我只能够推荐某一部分 或者说某一种类型的人 我不能够推荐不同类型的人 你了解吗 今天你给我年轻人带 我有年轻人的做法 我有带年轻人的做法 你给我老人带 我有带老人的做法 你给我专业人士带 我有带专业人士的做法 这些从哪里来的 尝试嘛 对不对啊 我自己不同的尝试 他们遇到什么东西 我站在他们的角度想 慢慢组织倒组织上组织倒组织上 你就学了 因为它全部都是一个过程 所以需要一个长远的想法就是这样 它是累积的 经验是累积的 而且你转回头你再看回 你会非常非常感激自己 所以我们时常讲 不要闪 不要闪啊 比如说下线要你去帮他去 陪同他去一个abignment 你其实是有时间的 你不要闪 Let's go 走咯 越不想你面 越懒惰 越不想要你 走 跟自己讲 Come on Let's go 然后两个人被骂被骂被骂 一起跑出来 真的真的真的 然后呢 我每次从那种情况一出来 我就会笑 我一定会笑的 然后有时候我小学看着我 为什么会笑 这么痛苦的还笑 我一定笑的 我以后多一个故事讲 所以我们要有不同的尝试 你看 销售 销售的东西就是有人要买 有人不要买 有时候我会讲这个平衡的规律 有谁参加过三年课程的 三年训练课程 三年训练课程里面就有讲到平衡的规律 对不对啊 有人要就有人不要 有一个有 他一定有一个没有 有人要就一定会有人不要 再烂的产品都会有人买 同意吗 听好了 再烂的产品都会有人买 再贵的产品都会有人买 同意吗 所以你不可以认为说 你的东西全世界人不要买 所以很多人讲 全世界人不要买 他去了几个 两个 他去了两个 他认为全世界人不要买 不是全世界人不要买 是他经不起两个打击 是不是啊 他受不了两个拒绝 而且那种拒绝还是很温和的拒绝 温和的拒绝都受不了 你要讲什么成功 是不是啊 你要讲什么强 哇 你很强 你要讲什么强 什么是强 什么是强 不是你能够制造多少业绩 是你被打得多惨啊 你还不死 是不是啊 然后你要反省嘛 上去要思考马上要反省 为什么我会做这种打击 为什么我会受这种委屈 我要怎么样避免到这些东西下一次 不可以允许自己本身 一直犯同样的错误太多次 明白 你要思考了 而不是 然后再去尝试 而不是说我做错了一次 哎哟 同样的东西我不敢做了 他可能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做 明白吗 而不是说我不做了 比如说冲飞马这样 飞马是一个目标对不对啊 他说什么哎 我 我设立过 我设立过飞马的目标 做不到 而且很惨 哇我跟你讲 我在这个过程我差一点 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我不敢了 他怪飞马了嘛 就是说 他做这个过程当中 他没有达到 他觉得是飞马的问题 飞马这个位置的问题 有没有这样的人 真的是有这样的人 不代表说 OK你做不到 下一次做不到 不代表说 这一次我用这样的方法做不到 下一次我用另外一个方法做不到 你要不断的尝试 听不懂吗 所以我一定会先讲销售 平均的规律 就是有人要 有人不要 有人要买 一定有人不要买 有人不要买 一定有人买 然后通常我都会这样写 通常我都会这样 一样的 我每次写的都一样的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十个 我都是这样的 不要不要不要 有人买 一二三四五六 对 十个 这是不是正常的 就是说 第一个是不要的 第二个是不要 第三个不要 第四个要 第五个要 这是正常的 有人要 有人不要 对吧 我会先 通常我去奖励之前 我都会先给他知道 好 然后如果去的 第一个不要的 他不要 不管你想讲 他都不要 那么好还是不好 有好一定有不好 对不对 不好就是 你白去咯 你白付出咯 那么好的地方在哪里 除了 除了我们讲 我们每次的谈法是 更靠近一个买的人 你多一个故事讲 那才是最珍贵的 你多一个人 不要跟你买 以后你就可以解决 你的下限的问题 是不是啊 因为 全部人家都跟你买 不代表你要下限 但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感受 他的感受啊 因为这是一个组织销售的东西 所以销售的过程 尽量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尝试各种感受最好 赶快去解决掉 好 你看 其实我在跟那个人这样讲的时候 我是在给他看长远一点点 对不对啊 然后他也做好心理准备 准备跟我一起去创墙啊 而且我每次会跟他讲 你不用担心 我陪你一起去 是吧 然后他们就会 有信心 然后一起去创墙嘛 就算我陪他去 会不会不买 会不会 照样不买嘛 如果他不买 对不对啊 所以也是一起去创墙 然后过后 做费后做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故事讲 又更靠近一个买的人 原本买的人是第四个 解决到一个 现在变成第三个 是不是啊 很开心 再去多一个 还是不买 这是更惨 不但不买 还把你赶出去 好 朋友没得做 好不好 好不好 你看 这个观念要弄对了 所以我们讲这是观念来的 然后这也是自然规律来的 很多人受不了 被拒绝了 他受不了 然后呢 用紧再去多一个 你又不买 这次连朋友都没得做了 而且呢 打电话跟你爸爸讲 跟你爸爸讲说 你骗他的钱 你想骗他的钱 结果我回到家里 爸爸把你赶出门 不要跟你回家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样都好 很正常 难怪你们都是讲师 很正常 肯定是很惨的 那个时候 我经过了 我经过 我记得我去找我的二伯 二伯是那种 在家族里面 除了我的祖父以外 我祖父去世以后 我二伯就好像一家之主 小六就离开学校 出去外面 赚钱 就是多多少少 我爸爸他们 看他就好像父亲这样 的一个人物 非常有威严 孩子都是博士学位的 不错的 本身没有读过书 不过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中文也很好 甚至可以自学成为中医 非常有名的中医 那是不简单的 不容易的 一个人 以前我爸爸他们一起 跟他们一起说 开公司 打铁 做打铁的生意 就是做那种铁的管 铁管 他是 我从小就听我爸爸讲 他是唯一一个 打铁的铁 打铁的时候是很辛苦的 砰 要很出力 他可以不停的 忍着痛 就是一个人在那边打的 所以我爸爸 在我爸爸的脑海里 他是很尊敬这个哥哥 我看到我爸爸是很怕的 我爸爸是那种很凶的 从小就很怕 在有第一层的D up 和第二层的D up的情况之下 他是很高的 对我来讲 我是最不想去找他 不过为了累积这种经验 去 敲门的时候手抖 我跟我自己讲 我一定要进去 我一定要想方法进 进去的时候 给我一个机会谈 我谈 谈完了过后 到最后用支持 用支持的 支持我的那种 买了一个百多块的产品 百多块 还没到家而已 就是一从他的家楼 下楼 电话来了 我爸爸 那爸爸没有打给我的 有姿态的 从来不打给我的 那么 一打来而已 那个声音就是 回到家了 完蛋 钱要全部吐出来 然后呢 真的 要写信 断绝父子关系 真的是这样 尤其动到他的哥哥 那很严重 那很严重 好不好 我今天才可以跟你们讲 是不是 多好的经验 是不是 不过我现在看回 变得很小事了 现在我爸爸会不会介意 到了今天 我爸爸会不会介意 这是这么小的事情 是不是 不过到了今天 我多一个故事讲 怎么样的情况都好 你讲你的多惨 我讲一个我自己经过的 比你惨十倍 痛苦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那种标准 就算我现在的不比你惨 我现在去跑一个 去找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来弄给他 弄给他很惨 来累积这样的经验 OK吗 好了 反过来讲 如果说 前面是买的 这是不是自然的 有人买有人不买 是不是啊 不可能全部买 那么第一个买了 好不好 好不好 这就是我最大的遗憾的人生 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遗憾 我做直销的第一个appointment 他买 我做直销的 我的人生中的 第一个appointment 卖一个产品 他不但买 而且买最大的 从那一天开始 我遗憾到今天 真的 因为当我的组织里面的人 他第一钟没有卖到 那种感受我不知道 是不是啊 我永远不会知道第一钟 一个新人的第一次去appointment 的那种心情 会不会怕 很害怕的 他如果不close 到底他的感受是怎样的 我没感觉过 想象也没办法想象到 遗憾到今天 也因为这样组织小很多 你相信吗 真的 希望说我的领导人 一些做的企业的领导人 第一个appointment是不close的 希望说可以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 不过自己本身永远感受不到 你知道吗 他是不好的 就是说我今天要开一个新的线 我直接对他的 借不到利的情况之下 我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是不是啊 所以他有好有不好 当然你不要因为这样 第一个appointment全部不要close 不要因为这样 你就叫你的家庭说 第一个不要close啊 因为老板讲的 不是不是 我们说 意思也就是什么 他来什么 你不用太开心 你也不用太沮丧 这就是目的 去一个appointment close也好不close也好 你不用开心的 你不用开心的 你要思考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吗 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吗 close的话我不要太开心了 我还可以用更短的时间做到 我可以让他买得更甘愿吗 我可以让他买了过后 还可以谢谢我吗 或者不close的话 我要怎样才可以让他买 我接下来跟进 我要怎样跟进他 他才会跟我没有 他才对我没有什么防备 或者心会打开 然后我才有机会进 思考 想 因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那一单业绩还是 那一单业绩有没有 不是 是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吗 好像 睡觉了是吗 差点吃很多啊 需要做运动吗 我虽然是做运动的人 好了 所以你看 销售我一定会讲一点 然后我就会讲到推荐 推荐就是要把他推荐进来 然后推荐进来的话呢 你要有能够推荐人 他进来了 你要能够带他 是不是啊 你要能够具备一些条件 所以还是要有销售经验 你的成交率还是要有一定的百分点 所以你去10中你可以成交几中 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有这个号码 你相信我们前面有人去10个 可以成交8个9个 你相信吗 你相信吗 有听过吗 有些真的是高手的 我听过 有些真的讲得很好的 为什么 累积的 它是累积出来的东西 当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 你要带一个新鲜容易吗 他带谁来你都帮他close 他开心吗 开心一下子上来你 你才有机会做深度 对不对啊 所以你要推荐人 你自己本身也是要有一定的经验和功力 我们这样讲 一定要这样的功力 当你开始推荐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就是领导人了 你组织里面已经有一个人了 你必须要以身作则 你要带领他了 当然这个是后面一些原则啊 这东西 不过 你就必须要去经历更多东西咯 以身作则嘛 然后最主要还是什么 你必须要把它 教会 教他就是你的责任了 这句话叫做 言教不如生教嘛 言教不如生教 你举办跟他讲讲讲没有用 你要去做给他看 你一定要做给他看 一样东西你做多几次他就会了 你做了过后他还是不会 不是他不会 是可能方法不是很好 你要这样想啦 不要他一不会而已 你就鸟啊 我老爷们有什么笨啊你 我都做给你看了吗 不可以的 人家就会不爽 那关系要好 你是领导人 你不要埋怨申诉 是不是啊 你要给他自信心 你要教他 你要教会一个人 你也要给他信心的 是不是啊 我在做直销之前 我是做补习老师 我是做老师的 所以我教数学的 要不要学 我教数学的 真的真的 我的学生都是从F变成A的 都是这样 后来我做了直销 我把 我应该是八中 八中补习 推掉 我教高中的数学 我教高中的两个数学 就是高级数学和普通的数学 那么 我做直销的时候 我那八个学生 刚好都是女的 都哭 真的哭 为什么 那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老师了 只有教你们比较难 我刚才讲了 你们每个 我会让他们先有兴趣吧 先对这个数学有兴趣 F的人会对这个科目有兴趣吗 不可能的 你要给信心 你要给他 你要帮他产生兴趣 你要把东西简单化 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 把它步骤化的时候 就变成简单了 他们就会 对这个东西产生兴兴 你看一样的 现在我们在下期也是一样 领导人就是老师 就好像老师这样 你有这个责任教他 那么教的时候不是用骂的 没有用的 你看以前我们上过学 我们知道什么是好老师 有吗 你的画面有好老师吗 成为那个好老师嘛 是不是啊 不是做错一点东西 可以鸟 做错一点东西可以用讽刺的 你啊 我最小的孩子都比你聪明 用侮辱的 用侮辱的 更惨 对不对啊 以前你一个这样的老师 他这样讲你 你肯定认为他是最烂的老师 是不是啊 我要鼓励的 做了做不到 不要紧 我再做多一次给你看 你这次注意看 我再做多一次 还是不可以 再做多一次 有时就静静 静静 有时你静静更惨 是不是啊 他做错了 你说你静静 他会更难受 会不会啊 好像我们的很多高层就是这样的 看到我 我什么都不提 他们更难受 有时静静 不讲 很痛苦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怎样教 一定是身教 以身作者 因为领导人就只有四个字 我永远就认为 领导人只有四个字 以身作者 不然没有资格做领导人 是不是啊 依赖的那种不叫领导人 那我不懂叫什么了 我也不懂叫什么 没有名字 所以 当然不只是叫appointment 叫什么 会议需不需要教 讲后会议需不需要教 需要 后会议不是讲课 主持会议 跟主讲会议 是两回事 主持会议需不需要准备 需要 后面要有播音乐 对不对啊 之前要有人放视频 有人要在那边拍摄 谁做什么 我们要安排这个工作给人 你看 我之前搞会议 你相信我非常非常严格 因为对自己的要求高嘛 桌子上少那一杯水 都不行的 台上每一个人所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要看过 不然就是我写的 以前 在做一位之前的头几个公司 因为那时候不会啊 台上的每一个人讲话 从MC到主讲到表扬的人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都需要先经过我 不可以让人家在台上乱讲话的 以前真的是这样 到台下 或者说台上还没完 台上的那些 那些女的 做花瓶的女孩子的站姿 真的 我都要管 到台下 他们入门的时候 他们的路线怎么走 站在那些关键点的人 他们的路线怎么走 这些我都要管 音乐 大声是这样 小声是这样 我都要管 这个时候出那个视频 这个时候出 就是这个时候出 他不可以晚一秒出 我都要管 什么都管 我说你做到晚了 是不是啊 一做不到会怎样 骂 我老我跟你讲了 我老 骂 也没有骂 有时候也是 就是会 有多多少少一点埋怨的那种成分 不过到最后人家怎样 看到我很忙啊 他做不到我马上站起来我就去做 这边一做错我马上站起来 我就从台下跑上台 以前我就是这样 没有等的 马上就去处理 所以到最后呢 你处理 你一个人处理 后来就思考思考思考 叫人家做大会主席 没人敢做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大会主席 就是主 主持这个会议的人 编排这个会议的人 没人敢做 只有我能做 因为太辛苦了 我 我在的话你做咯 永远都是我做的 后来我就思考 我就想 我去别的会议看 我去别人的会议我看 虽然很难看到 不过我多多少少抓到一些东西 大会主席是什么 坐在正中间的第一个位置 是不是 坐在那边 翘起二郎腿 看整个大会 开始的时候 他上台 他支持 每个人掌声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是不是大会主席 支持完了过后 他下台 坐在那边翘起二郎腿 一直到会议结束 如果大会主席是这样 会不会有人想做 哇 就可能有人有兴趣 是不是啊 他就想要怎么样把大会主席做到这样为止 他就想是系统的关系 是系统的关系 所以大会主席的责任是整场的 有什么问题他有责任 不过执行的人 必须是谁 一个是管台下的 他是我们叫做台下的IC 比如说 一个是管台上 台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台上的人啊 所有东西都跟他有关系 就说花瓶啊 那些人的站姿啊 都跟他有关系 一个是管 视频的 听到的看到的 都是这个管 一个是管 上面讲话的 啊 这样有什么问题的话 发生 大会主席只要看住其中他的一个 那一个有他的责任 之前都已经讲好了 你的责任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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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鼓励他去做 你的责任是这样这样鼓励他去做 后来开始慢慢步骤化 慢慢系统化了过后 每个人抢做大会主席 你看他需要一个过程 好像我要教他们 我需要 我需要自己经历过 然后呢 自己本身想方法 把东西不做化简单化 荣耀化 才有办法把这一套传出去 对不对啊 到今天 很多东西我还是要管啊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坐在那边看 是不是啊 有没有跑来跑去的 不过有时看到我们的领导人 他们开会 一个人冲上 冲下 最后还要主讲 那没有心情主讲的 是不是啊 东西要把它不做化简单化 这个是在reway里面都有一套的 你要学会观察 要学会观察 尤其是当我们会议的工作人员 都是我们的会员 都是指销商 他们有人要带 他们还要忙你的这个东西 里面就会产生埋怨 什么为领导人 你就要比较注意这些人 通常工作人员会后 请他们去吃饭 请他们吃一餐好的 给工作人员可以 慢慢人就想要做工作人员 是不是啊 这些动作我们都不可以忘记 要把他们group起来 坐下来感恩他们 要感谢他们的贡献 那些没有参与的心里就会 下一次他参与 这个是里面慢慢慢慢 会形成的一个很好的文化 这些都是要教啊 是不是啊 你要相信你一个一个都要教的 他时间到的时候你要教他 所以你要教 推荐进来的你有这个责任教 教了过后的最主要最后的目的是什么 你要把他独立起来啊 你要把他独立起来 还是要以身作则 你自己本身必须要能够独立运作 而不是整天依赖上线 开饭局上线的饭局 自己不敢出来扛责任 自己不敢出来顶 肯定的不用讲嘛 你相信全部都不敢 不用讲的百分之一百不敢 因为你不敢 领导人都不敢 全部还是跟着依赖 所以整个组织都是依赖的 没有结果 还是要以身作则 去做 你不敢做的事情 比如说不敢上台 制造机会 就像这一次 非常好的机会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台 对不对啊 而且讲不容易讲的课程 尤其是那种45分钟 讲一个观念要讲45分钟 为什么不容易 给自己这样的尝试的机会去讲 当然我在这边强调 你们这一次讲的主题 我不会今天跟你们讲 你们懂吗 我不会跟你们讲 今天你们会 那一天你会讲什么 到那一天的前一天才会跟你讲 或者当天 一到的时候我讲什么 两个观念 意思是什么 学完啦 对吗 你要学完 你要学完 一直是Andy O Andy O Andy O不是两个观念 Andy O不是为何做立委 不是 它是整个十点 所以你十点都要会 今天我除了讲 我顺便跟你们讲 所以我会讲到会议的东西 有时跟新人讲就不需要 晚一点我会跟新人讲讲 比如不敢上台的问题 不敢找顾客 有些人真的不敢找顾客 或者顾客反应有一些问题 他不懂得怎样处理 这些都是你必须要 学习 而且都是你应该学习的 你要去寻找答案出来 你必须要把自己独立起来 然后你才有资格 要求你的下线是独立的 要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 而你的下线已经独立 能够运作了 你就会被淘汰 是不是啊 你会被淘汰 你做不下去啊 你做不下去 尤其是reway的环境 你做不下去啊 我给你一个例子 我做直销 一开始 一段时间过后 大概两个星期后 我的上线离开 这个还不是因为我 我上线离开是因为他的上线 做了两个月后 我的上上线离开 所以我是逼死上线的人 客上线的 我跟我上线关系都很好 都很好 不过他们会离开 为什么 容忍不下我 两个月后他就受不了了 因为我超越他了 超越他了 不是阶级这么简单啊 不是职位这么简单啊 是组织啊 情况啊 大概两三年后 我超越公司的001 组织 我的组织占了整公司的99% 哇 表扬大会的时候 台上十个最高阶被表扬 全部感恩我 全部我的下线 全部感恩我 我上线坐在旁边 好像透明的 你受得了吗 你受得了吗 你坐在那边 坐立不安 是不是啊 你受不了 我跟他关系很好哦 一阵子 离开了 受不了了 找一个理由 离开了 连001都逼死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只有刚才我讲的 格局的东西 你要讲 全场全部 好像他是透明的 他一定受不了的 也就是说 今天你有一个下线很强 他超越你 或者说很强的话 你不用开心了 你不要以为他超越你 我还是赚他的钱 很多时候不是钱 很多时候不是钱 感受很重要 是不是啊 那个感受很重要 你会 你必须要越强 越强 你必须要越强 越强 你看到你下线强 你一定要比他强的 以前我过往下线去 套路的时候 我连走路 都不可以慢过人 他走快 我就走更快 他走更快 我走更快 结果我们两个跑了 去了旁边的时候 跑去 去到电梯的时候 喘一下才上去 连走路 各个方面 我们都要 给他知道说 我们各个方面都可以 这样我才可以 容纳了下你 是不是啊 各个方面都要比你好 这个就是这种基本要求 你才有办法说 OK 说把人独立起来的过后 还有办法正常运作的 你还有办法带领他们的 我说的独立 不是不要管他 把他斩掉 我的意思不是这样 独立就是说 你不在 这个组织还是有 正常的业绩的 应该达到的业绩 他有去达到 甚至会有所突破 所以你跟他 他一独立起来 你就跟他们 之间就有一些距离 但他有一些距离的时候呢 你就比较有姿态 当你一有姿态的时候呢 一配合 你下去在帮的时候 他就有更大的力量 你明白吗 我说为什么要独立 要把距离拉开 它是有原因的 太靠近不是好事 是不是啊 所以你要怎么样 才可以把距离拉开 他必须要能够 一些东西必须要能够运作 你需要很有耐性去教 这是你的目的 你要很有耐性去教 把他独立起来 OK 不是一开始可以 你要独立啊 你要独立起来 不是用嘴巴讲的 还是要各方面 你都要一步一步带 带他去参加会议 在做会议的时候 你要解释给他们听 解释一次 他们无动于衷也不想开 解释第二次 看来你们得到什么满足感 还是不想开 解释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一直到给他信心 我觉得你也可以 我觉得你做的话 如果是你 你可能会做得比我好 你来我支持你一下 给他自己来 帮上帮下一下 给他信心 那就来啦 是不是啊 慢慢慢慢 这一方面也可以啦 下一方面 一直到各个方面都OK 还有办法独立运作 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更大的东西 更有生产力的东西 而不是不用做 明白吗 是做更有生产力的东西 你的组织才会越来越大 OK啊 好了 当然 这个行业呢 是讲借力的 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一个人是做不了的 我实际上讲这个行业 需要两个人开始才可以做 两个人以上才可以开始做 为什么 因为它是需要借力的 所以我们需要借用一些东西来帮你做这三样东西 刚开始 拿三样东西 你以为会有这三样东西来帮你 第一个就是人 以前的MDO我写领导人 这一次我改成人 因为只要是人就可以 只要是人就可以 不一定要是领导人 只要是领导人 他其实就可以借到力 他可能是刚刚加入的一个顾客 可不可以借到力 可以 他的一个见证可以借到力 可不可以啊 可以 最怕是没人 所以我说一个人 是很难做的 因为什么都要你做 ABC都要你做 A和B都要你做 不是ABC 当A和B都要你做的时候 你的功力要很高才可以 当有一个人跟你配合的时候 不管那个人是谁 就算他是我下线 我也可以把它变成A 可不可以 你看啊 比如说我要 我要谈我的一个 从小认识到大的一个朋友 他对我了如指掌 有可能我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一个领导人 是一个领导人 那么很受人家尊敬的领导人 不过他谈产品他不会听的 你相信吗 因为有距离嘛 那个距离很靠近啊 然后我一个下线也是做的OK 不错 有一些业绩 产品也OK 产品也OK 不过我会跟这个朋友 面前我会抵押他 我会讲说 这个人 之前 还没加入之前 他是怎样的 书也读不起 人脉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 那个也没有 后来呢 现在呢 我跟你讲 因为他的努力 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 他的努力呢 整个人脱胎换骨 现在有车有屋有什么 等一下我介绍给你的 有三句话 可以改变我们的观念 他就来 一来我家讲 你好你好 我现在就吓到 老大你要做什么 我说 你好你好 介绍我朋友 他就大概知道了 坐下来 两句话买 我讲半天他不买 不听 所以我也不会讲 所以有时候这个行业 我们不是讲多就是对的 我们要懂几时要闭嘴 我需要推荐50个人前面 50个都不要 我才明白这个道理 我才了解到这个最基本的原则 叫什么原则 叫做A B C 法则 A是什么 A是顾问 英文叫advisor B是 桥梁 桥梁 Bridge C是我们讲customer 或者说要被影响的人 顾客 或者 下线 我要影响的那个人 我跟C的关系如果太过靠近 距离太过靠近的话 我很难影响他 我要借用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要借用他的力量来谈C的话 他当然要有力量 是不是 他的力量是我怎样跟C 在C面前包装的 人是需要包装的 我包装那个人 我说他是神 他就是神 我说他是一个领导人 他就是一个领导人 我说他很成功 他就是成功 因为人还是一样嘛 两个眼睛一个嘴巴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的 他们两个人之间是有距离的 通常我们会跟很靠近的人大小生 跟爸爸妈妈大小生 对不对 看到外人 比较客气 对不对 尤其你不认识的 你都会比较客气 你又被看到不认识的人 直接就吊他了 会不会 不会的 你不会在街上看到一个人 你就骂他了 会不会 神经病啦 如果你是白痴就会 不过你是正常人是不会的 我们都会比较客气 A 不过跟靠近的人就会大小生 这个就是 我们要知道人性就是这样 当人性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要充分地去利用它 把它发挥出来 所以 A和C不认识 B必须要把A T up起来 所以有个T在这里 T up是这样来的 T up这个字就是这样来的 有个T在这里 所以我们要把A 推崇起来 基本上我们要把它卖出去 卖到那个人接受 他是一个不错的人 他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他是一个很忙的人 他是一个 我的恩师 他其实可能是我的 组织的一个成员 不过我在一个C的面前 我都会讲到 比较好 因为对他 对我来讲 他谈产品 有一定的功力的话 他就能够把我谈 是不是啊 所以我不一定要是领导人 你明白吗 更何况 是真正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去做更对的推崇 对不对啊 你懂今天我们的领导人是怎样的吗 你懂住在怎样的屋子吗 你懂开什么汽车吗 打开眼睛去外面看一下 你懂几两吗 Rose Royce 几两 没人数 没人数 因为很多 如果一两马上讲一两 是不是啊 两两马上讲两两嘛 数不到 我真的不懂要讲什么 如果Rose Royce 到了Rose Royce这个境界 都借不到力 我真的是 不要谈了 妈了 什么ABC发着 翻桌子 都不懂他怎么谈了 珍惜啊各位 没有这样的力量给你借的 我们先给这些车主一个最热烈的掌声 不是开玩笑的 他是多大的牺牲 为什么要开Rose Royce 你以为开Rose Royce很了不起 哇 会觉得自己很棒 没有很辛苦的 你懂吗 有点怪的 真的 因为你绝对不可以开这辆车乱乱跑 同意吗 你不能去咖啡店吃饭 你去哪一间 你的老师还是停在咖啡店面前 你下车吃那个云吐面 那个云吐面会出名 你懂吗 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你要证明 V-Way可以做 需要买Rose Royce吗 也不需要的 你买一辆S-Class很厉害了 是不是啊 他骗你五倍啊 不过他们却会去做这种牺牲 来让我们有东西更好卖 甚至不用卖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 其实V-Way有很多领导人 连卖都不用卖 去他家一下高丁 如果这样都不能够影响人 也真的很奇怪 有时候基本功真的不是很需要的 不在想真的 V-Way做到今时今时 基本功不是很需要 除非你去到一个陌生市场 你懂吗 你什么力都没有的话 你才需要基本功 可以吗 今天Jory Way 哎哟 我真的 你几个领导人 如果关系跟他好一点的话 你带这个新人走一圈搞定 是不是啊 马上搞定 一人一句一人一句搞定 很容易的 真的很容易的 所以 还是人 不要自己讲太多 不要教他怎么做 因为距离太靠近 你很难讲 我们要去敏感一点 去拿捏一下 我们这个距离 我这样讲 他会 他会被影响 不会 静静啊 是不是啊 不会就闭嘴 讲别人 用别人的话来讲 用别人的嘴巴来讲 全部都在讲别人 不要讲自己 不要教他怎么做 让别人来教他怎么做 明白 所以你要去做这个设计 你要去设计 安排A的时间和C的时间 你要做的就是这个桥 明白 基本上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在做桥梁 我们在做B 我们在这边讲话的时候 我都会介绍别人 当我在介绍别人的时候 其实我就在做B 了解 很多时候都是别人 所以你要注意观察别人怎么讲 好了 好了 然后呢 除了人以外 工具 不过我们今天这个工具 慢慢我也会把它拿掉 工具重不重要 重要 砍一棵树 用手砍可以吗 可以可以 你要会用 你要会用 是吧 或者 是吧 我们不是嘛 你要念很多年才可以 不过如果你有一把句子 谁都可以 不是啊 当然句子有 有利 有不利 有好 有不好的 我们要去把那些工具 磨练得很好 是不是啊 所以你要了解那个工具 我今天给你一把枪 你就可以杀人吗 不是的 你要了解这把枪的性能 对不对啊 它安全和开枪的地方 你都不懂在哪里 你永远开不出 是不是啊 所以不是有工具 你就可以 这是厉害的 你要懂得怎么样用 你要对工具的了解 你要对工具的了解 不过今天到了这个5G的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5G的年代 没有实体工具了 是不是啊 以前 找CV外还有DVD 现在还有DVD吗 你有DVD你也不在哪里play 你有DVD你也回到家里 你没有DVDplay 是不是啊 不过有一个更好的东西 叫网络 叫网络 不过网络的话呢 有一个更大的问题 谁都可以上 是吧 这个等一下我会讲 不过 我们要懂得利用 在网上的这些工具 有没有工具 你知道DVVD每一个月 可以出多少视频吗 你知道DVVD的第一个视频 是我做的 做产品的 产品视频 我做那个产品视频出来的时候 前早期的领导人应该看过 我自己本身做的 每一个细节 当我把那个视频 做出来过后 我觉得我们要爆了 我觉得有了这个工具 reway一定爆 一个视频可以 我当时连视频都没有 我在跟Simon 谈产品的时候 我讲Simon 我在跟Simon 谈产品的时候 文章都没有 我是用纸来跟他讲 白纸 当然这个是对给自己的标准 其实要做是可以的 不过我用白纸跟他讲 结果他想做 结果他想做 我们给Simon一个掌声一下 更何况有brosia 更何况有视频 哇塞 我一定整整整讲完过后 DL那个视频 然后给他看 看完了过后 我就觉得他要买了 所以我们这种 播视频的 以前他要买那种 DVD player折起来的 那种可以打开 他的那个screen这么小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圆圈 可以打开 然后放DVD进去 有时不一动的 买个Jackson的 真的是这样的 还特地放在包里面 特地带去 哇包已经很重了 还要特地带 去那边 哇很steady的 拿给他看 一个视频 你知道现在 有多少视频吗 多到没人看 多到看不完 是不是啊 我讲的是真的 多到我都看不完 三天三夜看不完 是不是啊 不过你不要小看这些东西 我在过去几年 很多人 很多飞马甚至 来找我的时候 跟我讲说 哇老板 我终于看到你的真人了 我都是在DVD看到你 或者在视频里面看到你 我以前喔 加入之前喔 我把你全部的VD看完 然后喔 我说看得完吗 看得完 他说看了很多天 两天三夜 三天两夜那种 看完了过后 我就做立位了 你看 连上线都不用跟他讲 单单看VD他就做了 是不是啊 这就是工具的厉害 所以我们懂得 几时给他什么东西 不要太早给他什么 几时给他什么 几时给他什么 你不用自己讲 你不用一直推他 来啊 你来做啦 你来做啦 有时候你给他看一个 适当的视频 我们视频很多耶 给他看一个适当的视频 他是怎样的人 哪一个怎样的人 来给他看 在适当的时候 所以要懂得推荐 在推崇 所以工具也要会卖 工具也要会卖 我刚刚这个过程 才在卖我的视频而已 是不是啊 等人家回去想想一下 市面开来看 有没有看的你们 有 有没有在YouTube看过我的视频 有 多不多 有 很多 很多主题 谈不完是不是啊 Stally 我觉得 谈不完 好了 赶快赶快下午了 午餐了 好了 恭喜恭喜 好了 去refer to 2014年 会议 哎哟 会议 这个就是组织关键了 我 这么多年 我领悟到一个东西 一个组织 要是没有会议 他是不会打的 一个组织 要是没有grouping 没有meeting 他是不会打的 好 也因为这样 reway meeting是最多的 多到 每个月都有大的 而且不是一场 好 1月 Galadino 2月 领袖培训会 今天 3月 最高峰会议 表昂大会 4月 5月 领袖培训会 最高峰会议 最高峰会议 表昂大会 然后不是一场 你知道吗 现在 那个表昂大会 他刚刚八场 他刚刚十二场 每个国家都有 那以后一个国家 都有几场搞不好 是不是啊 飞马之业 8月 8月 又领袖培训会 最高峰会 最高峰会 这一场动作大吗 冒着生命危险来啊 后面整排翻译啊 全部翻译啊 动作多大 所有的员工 所有人的飞机票这种 都是很庞大的 金钱 人力 物力 同意吗 很大的 我们都来开会 这也就是reway 搞会议的能力 我今天其实 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可以来测试 就是我们来测试说reway的会议 高层的会议 或者领导人的会议 到底有多强 今天证明了 是不是啊 证明了 冒着生命危险了 满 满啊 坐楼梯啊 看 坐楼梯啊 罚站啊 整天啊 我还有的坐一下 有时候 他们站在那边听啊 等等要给Viva一个掌声 相同的 会议要卖 它才会有力量 会议你要卖 你要会推崇 你要会低压 它才会有力量 你的会议来了 没有人 你不要怪会议 不要怪会议有没有效 要学的 要思考一下自己卖的方法好不好 我们二周年 就十多个老人 除了宝业节 十多个老人 现在也算是了 完蛋了 就十多个 我们Galantina 炒千人 十多个人 很活动的而已 卖啊 哇 那个炮会怎样 那个炸弹怎样出来 烟花讲炸弹 有时候 怎样出来 哇 怎样飞出来 什么什么什么 卖卖卖卖卖 那些老人呼呼呼呼 千人 二十个人吵千人 厉害吗 我们先给这些 第一批的老人 一个掌声 当然那时不是没人 有人的 我们是肯定不止二十人 不过我们能够影响到的 其实也就是 大概十多二十人 能够跟我们配合的 就是说能够 我们一起来做的那种 真的也是十多二十人而已 人很多 不过不是每个都可以影响得到 是不是啊 不过我们真的是可以做到的 可以做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一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的人少 你要想了 是不是你的自己人少 如果是自己人 今天我这一场在美国 还是有人到 是不是啊 有自己人嘛 所以我们就要思考 为什么没有人 我的人没有来 很少自己人 不要埋怨 你就要思考 你自己本身是什么 是不是啊 你自己本身是什么 所以不管怎么样 会议是要卖的 会议还有很多东西 讲不完 会议有很多东西 讲不完 我后面还有一个 七件事里面 还有一个参加会议 我在那边讲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 有时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不要讲太多 你都到后面讲 也可以的 也可以的 那么 因为为什么 因为午餐时间到了 主要是两个观念里面 要谈到ABC法则 要会卖 要会卖这三样东西 要会懂得T up人 要懂得T up工具 要懂得T up meeting 然后来帮你做这三样东西 OK吗 所以两个观念 长远的想法 百分之一百复制观念 所以你们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 这个我只是大概这样讲 虽然时间也已经到了 讲了很久 不过 refer to 2014年的 OK OK OK